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 继续 第五十一集 事不相瞒 陆老哥 我的确是得到了一些小造化 苏浩笑着回应道 如若不然 我恐怕现在就不能与陆老哥坐在这里了 我就说嘛 苏老弟果然是深藏不漏啊 陆云飞笑道 不过他也并没有追问下去 紧接着只见陆云飞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巴掌大的檀木小盒递到了苏浩面前 笑道 其实我今日来找苏老弟就是为了送这个给你 快打开来看看 苏浩倒也不客气 将那檀木小盒接了过来 而当他打开那盒盖时 只见那盒内竟放置着一颗光泽鲜亮的丹药 且通体散发着一股极其浓郁的灵药芬芳 四品灵药 没想到这老头还真将这四品灵药给炼出来了 由于缺乏四品灵药 我一共也就只炼制了两颗 而这一颗就当我送给苏老弟的谢礼 还希望苏老弟莫见怪 四品灵药 这种东西可不是一般人就送得出手的 但这陆老头却是如此的耿直 为了报答苏浩送他的经文 直接便送了一粒四品灵药给他 苏浩心里一阵美滋滋 他不忍抱拳笑道 陆老哥 那我就不客气了 在苏浩看来 如果现在将之前那粒三品灵药与这四品灵药一同炼化掉的话 自己的修为起码也得从灵源径突破到灵文径去吧 哎 既然你都叫我陆老哥了 你也就别客气什么 如果没有你给我的经文 我又岂能炼制出这样的丹药啊 看来这陆老头并不是什么忘恩负义之辈呢 陆老哥刚才说缺乏灵财 难道这天神学院里还会缺乏灵财吗 学院里虽然拥有药源 但药源里的高级灵财 可不是我这样的药师就能随意取到的 一般情况下 我也只能在学院的弟子们手里收购 据他所说 天神学院里的确培育着灵药源 但灵药源那种地方 可不是他一个区区的三品药师就能进入的 因为灵药源的药材是留给学院那些高层们使用的 或是一些天赋异禀的天才弟子的 而在中院内院中 便有一名六品炼药师 名叫黄奇 他是专门看守学院灵药源的长者 身份地位异常的显赫 其他药师若是想要去灵药源取药 或是想要去找黄奇讨教炼丹经验 那简直比见上学院院长一面都还要难 至此 陆云飞平日里也就只能在学院内 那些出外碰运气的弟子手头去收购药材 不过最常见的也就只有一品至三品药材了 像四品以上的药材 简直犹如凤毛麟角 少之又少 苏浩似乎这才搞明白 原来这学院里并不止陆云飞一个炼药师 而像陆云飞这样的三品炼药师 也不过只是学院中的一个商贩 若论身份地位 他完全就没法跟中院内部的药师相比 不过最近我可是得到了一个内部好消息 我听说学院将举办一场列灵盛会 到时候我估计应该能收到很多的四品灵彩 列灵盛会 文言苏浩有点没搞明白 不过这他倒是想起了前两日寄星与林旭的对话 说什么林选组织了一个兽灵队伍 看苏浩一脸疑惑的样子 陆云飞解释道 这列灵盛会 其实也就是学院里给弟子们增加的一个磨炼任务 每一个弟子都可以参加 而且学院会分发一种特殊的储物符文给弟子们 在盛会中 如果谁能从天荡山脉中 获取的灵财或是灵兽最多 品质最好 便是最终的赢家 最终的赢家有什么好处吗 我记得去年的第一名 被中院的天才弟子江剑所获 学院最终奖励了他十出六品丹药的奖励 以及一只灵凤雀 听闻江剑最后还将那灵凤雀送给了他的师父 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最近那灵凤雀好像失踪了 灵凤雀 那不就是苏浩上次烤着吃了的玩意儿吗 奖励的确很令人心动啊 若有机会 我也一定要去参加才是 苏浩笑了笑 不过他还是没忍住内心的好奇 问道 陆老哥 那灵凤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可是珍宝级的灵虫 听闻那灵凤雀的体内流淌着太古猪雀的血脉 虽然那玩意儿是依靠吃灵药而成长 很难照料 但他若是真的成长起来了 那就厉害了 指不定他最后还能反足 化身为猪雀呢 像那样的灵虫纵然寻遍整片天灵大陆 也找不出几只来 温言此话 苏浩彻底愣住了 甚至心里莫名的有点难过了起来 这真是印证了那句没文化真可怕的话呀 他竟然将那灵凤雀当成野鸡给烧烤了 若是让段长青知道 他的灵凤雀是被苏浩烤着吃了的话 估计就算神仙来了 也无法再救他的小命了吧 但事已至此 那玩意儿早就变成了一坨祥了 即便是懊悔也来不及了 眼见天色已经黯淡下来 苏浩这才问他 陆老哥 你这里可有灵根路 啊 还有一坛 你等等 陆云飞倒也耿直 连问都没问苏浩到底要做什么 他便去了药堂内屋 随之搂着一个黑色小坛出来 递给了苏浩说道 这是一坛三品灵根路 苏老弟若是用完了 尽管来我这里取便是 这玩意儿还是很好弄的 难道你就不问问我要做什么 苏浩倒是有点意外 闻言只见陆云飞摇头笑道 我怕问太多了 会伤及我们之间的感情 不过我很清楚 苏老弟绝非是一般人能够所比的 你若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跟我说便是 陆云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但同时苏浩也能感受到 对方是真心想要交他这个朋友 估计日后我还需要很多零根路 这两万金币你先拿着 就当是帮我日后收购零根路的钱 说吧 只见苏浩从麻袋里取出了两万金币 摆放在了桌案上 还未等陆云飞拒绝 只见苏浩接着笑道 陆老哥 等那列灵盛会结束后 你最好多收购一点五品 或是六品以上的灵彩 到时候老弟我送你一桩惊喜 闻言此话 陆云飞心头不忍一惊 聪明如他自然能够想象得到 苏浩将会送他什么 不过还未等他说什么 苏浩便已经离开了灵药堂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 继续 第五十二集 夜色朦胧 天空里繁星点点 皎洁的月灰笼罩着那空旷而又宁静的西院 刚一回到西院 苏浩便看到了叶清源的身影 以及杜萱周丽王强等人 似乎他们都在等他回来呢 你们都在这里做什么 苏浩看着叶清源疑问道 没看见本公主正在欣赏月亮吗 叶清源 人故意装作没有看到苏浩不忍这样说道 文言 只见周丽杜萱 李龙几人 也只是笑了笑 当然 他们并不会告诉苏浩 叶清源已经在这门口站了一下午了 估计傻子现在都知道 叶清源与苏浩之间有着一层非比寻常的关系 只不过这两者之间似乎还有点隔阂 没被捅破罢了 浩哥 还请你收下小弟我的膝盖 你一定要收我做小弟啊 只见那胖子王强 一上来便跪在了苏浩的面前 一脸哭诉地搂着苏浩的大腿 对于胖子的这个举动 苏浩也是倍感无语了 因为这胖子的脸皮 那可不是一般的厚实 想必今日他杀林璇的事情 他们已经听说了吧 我说小胖子 这伴累现在都是跟本公主混的 他的命都是我讲回来的 你跟他混 能有什么前途啊 我怕你把我变成太监 所以我觉得跟着浩哥混 还是稳妥点 再者说 你们俩早晚都会成为一对 我跟谁混那还不是一样啊 闻言此话 只见叶清元美眸一瞪 不忍咬牙破骂道 死胖子你在胡说什么 你信不信本公主现在就给你淹了 众人不忍一阵哄笑 就是苏浩都不忍大笑了起来 西院里那沉寂已久的宁静 似乎在这一刻全然被打散了 想做我的小弟也行 苏浩笑了笑 随即将那麻袋中的赤牙虎给拿了出来 接着道 去将这赤牙虎清洗一下 然后帮小萱世界打下手 今晚我们好好吃一顿 哇 这可是一头二级灵兽啊 小师弟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望着眼前的这头二级灵兽 只见周立杜轩等人的脸上 满是惊讶之色 要知道 这西院里的几名弟子 平日连吃饭都是件难事 就更别提能吃上肉了 如今苏浩弄回来一头 足有千斤之重的二级灵兽 他们又岂会不感到惊讶 先别问这么多了 反正不是拖来的就行 哦 对了 小萱师姐 一会儿这肉做好了的话 还麻烦你帮邱院主送一份过去 邱院主名叫邱迪 他是天神学院前任院长的儿子 由于他年轻时太过傲慢自大 独自前往了天荡山脉深处 想要猎取高阶灵兽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却不料 自己最后遭到了五阶灵兽的猛袭 最终导致自己气海破裂 成为了一介废物 苏浩觉得这老头还是挺可怜的 再则说了 自己现在乃属西院的弟子 邱迪也就相当于是他的记名师傅 怎么说自己也该照顾一下对方吧 待所有人都抬着那赤牙虎去了厨房后 叶清源这才不忍看向了苏浩 问道 白赖 你今日能够杀掉林玄 使用的可是你教我的那门工法 苏浩随意找了一块干净的青石做了下来 点了点头道 你所学的那是射灵大法 不过我还用了另一种手段 射魂大法 苏浩并未隐瞒叶清源 因为他觉得 也没有任何必要再去隐瞒一个能够救他两次的人 而且还是让他有些开始心动的女人 还有也就是 他觉得叶清源压根也就没有害他之心 至此他才会如此的肆无忌惮 况且如果自己不透露一点点东西出来的话 以叶清源的性格来说 他肯定会问个不死不休的 那你的这些法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 叶清源峨眉微醋 心中深感好奇 并且同时他也坐了下来 就坐在苏浩的不远处 奇遇罢了 苏浩简单地回应道 他自然不会告诉叶清源 在他的身体里隐藏着一座混沌监狱 因为这事关乎着太多的东西 就算是他自己都还没弄明白 我倒是很想知道 你是如何找到院长来替我开脱的 苏浩故意岔开了话题 不忍这样问他 顾老头是我黄爷爷的师弟 加上我黄爷爷以前 还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在这学院里面 我要找他办点事 你觉得会很困难吗 顾院长竟然是你爷爷的师弟啊 你爷爷还投资过天神学院啊 苏浩深感意外 甚至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不然接着问他 你爷爷到底什么来头 我黄爷爷可厉害了 叶清源不屑地瞟了苏浩一眼 随后说道 据叶清源所言 他黄爷爷名叫叶灵天 早在八十多年前便来到了天神学院修行 当时就连当任院长顾顶峰都是他的小师弟 原本这天神学院的院长应属于叶灵天 但叶灵天最后却将这院长之位让给了顾顶峰 后来叶灵天回到了北明国继承了皇主之位 不过短短十余载 他便将王位转让给了叶清源的父亲 野邦 至此 叶灵天再也没有出过市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闭关 极少理会外界繁琐之事 就算是叶清源从小到大加起来 也没见过叶灵天三次灭 当闻言叶清源的讲述后 苏浩这才恍然大悟 不过 从这些话中苏浩也听得出来 看来北明国与这天神学院的交集 还不是一般的深呢 不过苏浩倒也松了一口气 因为有着恶霸公主在他身边 至少他的自身安全系数要高不少 白泪 你刚才说的那什么嗜血大法 可否也教教我 叶清源那张美丽的脸蛋上 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嗜血大法 乃是些人血气助长自身体魄的一门功法 只要你不怕身材走样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传法给你 你那都是些什么魄功法 事实上 苏浩早就猜到这恶霸公主会来问他 至此 他也想好了回应的对策 身材曼妙犹如叶清源 他岂会让自己成为一介鸡肉女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此今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 优雅 精彩 继续 第五十三集 小师弟 公主 可以开饭了 不多时 西院厨房内 便散发出来了一股 浓郁的肉香气息 同时 也是传来了杜萱小师姐 那亲切的呼唤声 好吃 大好吃 小胖子 那排骨你给本公主留的 浩哥 这虎鞭汤特意给你留的 你看小弟 我对你多好 西院的人虽然不多 但此时却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晚饭之后 苏浩早早地便回到了房间 他想将白天在街区买到的东西 送进混沌监狱里 血魔最为积极 因为每次当苏浩来到那高达千丈的 黄金宫殿门口时 他便会主动给苏浩打上一个招呼 以示他对苏浩的崇敬 来 这罐子鞋 你可得省着点喝 我估计最近要忙活几天 望着那生有一副皮肉 但依旧如同一具绿毛干湿的血魔 苏浩直接便从麻袋里 将那罐子赤牙虎的血递了过去 血魔兴奋一长 搂着血罐子便向苏浩拘了一躬 随之便蹲到了牢笼的墙角边上 开始享用起了他最爱的血液 这一幕令苏浩看得莫名的有点难受 甚至有点开始怜悯这些家伙了 不过苏浩很快便回过了神来 毕竟他对这些家伙的来历 也是一无所知 鬼晓得他们曾经都干过什么缺德事 若是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们又岂会被关押在这个地方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纵使他们被抹去了一些记忆 甚至失去了一切作案资料 但苏浩也绝对不能对他们产生仁慈之念 即便拥有念头 那也只能是负责他们的存活 而不是放纵他们的自由 或许这就是他最应该做的 这也是他这个监狱老大的职责 接下来苏浩便来到了二号牢笼 他将那三品零根鹿 倒在了那株焦黑而又残断的柳树根部 不多时 只听那柳妖竟传出了一阵女子的低音声 听得苏浩的心头都差点心生邪念了 毋庸置疑 这零根鹿想必对柳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然的话 他岂会传出这样的声音来 诶 你的脸 转过身 当苏浩看到那站在三号牢笼门口的赤裸时 他不免感到有点惊讶 因为赤裸原本的脸颊是一半有着皮肉 一半仍是白骨骷髅 而此时那骷髅面上竟然生出了一层鲜红色的嫩皮了 而且此时赤裸脸上的微笑表情虽然还是有点过于涉人 但总归来说比戒一开始要好太多了 只见他笑道 多亏你昨晚给我的那枚三瓶灵丹 我的元气现在已经差不多恢复了千万分之一了 千万分之一啊 文言此话 苏浩不免感到有点蛋疼 不过仔细想想吧 他也能够理解 因为在座的这些犯罪分子都乃是递者 自然不是一般人就能够比拟的 这次我给你带来了二十株二品灵草 够意思吧 苏浩笑道 接着便将那花了一万金币买来的二十株灵草递了进去 小老弟果然耿直啊 我就不明白了 你既然是丹帝 为啥你不直接将这些灵草给炼成丹药服用 而是光炼化灵草 这不是很亏吗 现在的我还太虚弱了 我虽为地者之身 但估计这会儿我连你都得了不过 这身体越弱啊 用药自然也不敢太过猛 就比如你昨晚给我的三品灵丹 我都炼化了整整一天 到现在药小才消耗完呢 我若要完全恢复元气的话 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 还得慢慢来 苏浩算是听明白了 原来赤裸是由于身体现在太虚弱了 不敢用药太猛 至此才会选择用灵财来慢慢滋养身体 如果用药过于猛烈的话 对他相反还没什么好处 这就好比一个年迈病重的老人 你若是顿顿都给他吃大鱼大肉的话 他的肠胃肯定消化不过来 唯有以清淡食物慢慢调理身体 等待身体有所好转了 才能补充更好的营养 接下来 苏浩便来到了四号牢笼门口 却只见那窦起 此刻正在打量着他 嗯 不错呀 短短一日不见 你修为不但进了一阶 而且体质也有所进步呢 窦起微微点头评价了一句 随即醋眉道 嗯 不过你体内的气血 似乎有些紊乱呐 气血紊乱 我怎会没有察觉 苏浩有点不解 似乎他没感到身体有什么异常 你当然不会察觉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利用了血魔的嗜血大法 吸纳了别人的血气 而铸就你的体魄 这你都能看得出来 没错 我今日的确利用了嗜血大法 吸纳了一名 林文静修饰的血气 难怪 你要知道 以你现在的体质来说 这样做 是没什么好处的 干嘛 难道有人说 我的嗜血大法不够牛逼吗 然而 还未等窦气的话说完 只听血魔从一号牢笼中 传来了一阵冷鹤声 当即便打断了窦气的话 不是你的法不够牛 而是老头现在的元神天赋 还未开启 元神天赋没有开启之前 我劝你最好不要再使用这嗜血大法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彻底炼化 那些残留在你体内的血气 据窦气所言 苏浩从人家身上夺舍而来的血气 根本就还没有彻底滋养进入他的体魄 一直还残存在他的体内 如果这种东西残留太多的话 对他是没有好处的 轻则修为停带 重则筋脉寸断 而如果元神天赋一旦开造出来的话 便不会存在这种现象了 因为元神能够自主地炼化那些残余 在他体内乱窜的血气或是灵力 老大呀 你和心人家的时候 最好心慢点 我估计神气得太快 所以才会导致消化不良 血魔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不忍开口提醒了一句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继续 第五十四集 我真是 苏浩也是深感无奈 甚至有点无语 这世上哪有那么傻的敌人 会给你时间 那你慢慢吸他吗 估计对方是脑藏吧 或是特别想死了 才会这样现身吧 窦琪轻叹了一声 随即看着苏浩说道 也罢 念在昨晚你送我酒的份上 我就帮你开凿出原神天赋吧 窦琪这话说的似乎有点勉为其难 因为他从昨晚到现在 也不过就恢复了千万分之几的元气 但苏浩的酒不能白喝呀 再则说了 在座的御友都送了好处给苏浩的 单单只有他没有 他自然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文言字话 苏浩既兴奋又激动 没想到幸福来的是如此之快 要知道 一旦开启原神天赋的话 他的实力又将会精进一大截 而且 以后他也就不用再担心 自己提升修为过快的事情了 也不知道 你的元神天赋会是什么属性 老头 你且将眉心靠近牢笼 我这便帮你开凿天赋 元神天赋多种多样 一般来说 元神天赋都是依靠实力高深的长者 帮弟子们后天开凿出来的 当然 也不乏拥有先天元神天赋的人 只要天赋属性好 其实先天与后天元神天赋并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一个早与晚的问题罢了 苏浩也没再多问什么 当即便将额头触及到了那根黄金牢笼的凤霞间 只见窦起伸出了一根手指 一指便点在了苏浩的眉心 顿时间 只见苏浩的眉心中央散发出来了一团璀璨次目的银色光芒 好色斗起这一指下去 直接便将苏浩原神中的原力给牵引了出来 一阵犹如蛋壳破碎的响声忽然至苏浩那枚不足拳头大小的原神中传开 当时苏浩只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莫名窜起了一股热流 那是他气海内的灵力正在不断地疏导至原神时的反应 也是窦起在一手操控 吃的一声 突然 只见那银白的原神中心竟然出现了一粒米点大小的火光 伴随着苏浩气海内部灵力的不断涌入 只见那米粒大小的火点竟然正在不断放大 直到完全占据了那颗原本银白色的原神 那时之下苏浩心中不忍一惊 此刻出现在他眉心深处的原神竟是一颗通体缭绕火焰的物体 整体看上去就好似一颗着了火的鸡蛋 与此同时 只见苏浩的体表也是燃烧起了一层火红色的烈焰 那是由他体内的灵力配合着原神释放出来的红色气焰 好似一团烈火萦绕在他的体表 而在苏浩的身后 此时也是浮现出来了一副烈焰滔天的景象 毁灭气息灵天 在这一刻 苏浩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自身的气息比戒一开始更为的强盛了 而且所释放出来的气息全都是火红色的烈焰 甚至他还能将这种气焰把弄于手心 灵力有多强这种气焰便会有多赤声 最为重要的是 这气焰能灼外物 但却不能伤及他自身 玄妙至极 竟然是五行天赋中的天火 不错 不错呀 下一刻 只见窦起收回了手指 而且很满意地点评了一句 文言窦起的点评 苏浩这才收敛了他那一身射魂的火焰气息 他不忍疑问他 这五行天赋好在哪里 很罕见吗 苏浩对于元神天赋而言 几乎是一无所知 虽然窦起先前给他提到过 但并没有详说 当然 他也看到过林旭 还有寄星等人 施展过自己的天赋 比如身后出现斧头 或是老鹰什么的 你记住 不论什么天赋 也就只有两种品质 好的品质称之天 而差的称之地 称天者乃属无相天赋 就如同你现在这天火属性 唯有纯种烈焰 而称地者 则是有形之物 好比一些异兽 或是兵器 植被之类的属性 那就是相对品质较差的天赋 无相天赋称天 有相则称地 这便是划分原神天赋品质 好坏的关键 而五行天赋中 也不包括拥有地属性 就如同苏浩的火属性天赋 若是地火的话 便不会呈现出苏浩身后的那般 纯火景象 展露出来的火焰 绝对不会有苏浩的天火 那般强烈 这便是天地属性之间的差别 苏浩一阵欣喜 没想到自己的天赋 竟属于天火属性 这不明显彰显着 自己就是一个天才吗 这下我总该可以提升修为了吧 苏浩疑问道 自然可以 修为越强 元神便越强大 元神越强 你所修炼的法文神通 才会变得越强 但你可别忘了 你若想要在我这里学习功法五技 或者开凿潜能动天的话 你还得加紧脆体才是 因为你现在这体魄 还太弱了 最近我正有打算 在学院里好好闭关脆体一阵子呢 你能先透露一点 到时候我能在你这里学习什么神通吗 这就得看 你的体魄有多强 或是修为有多深厚了 我会根据你的体质而传法于你 那感情好 苏浩点了点头 随即便从麻袋里将那十斤三品零酒拿了出来 说道 既然你都这么大方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说着这话 苏浩便将那花了一万金币买来的酒 递给了窦琪 好酒 不错 这壶酒 起码也能让我的身体恢复好几分呢 哈哈哈哈 窦琪先是尝了尝那壶中的酒 只见它神色一凝 原本就不怎么爱笑的它 此刻竟然放声大笑了起来 这个嗜酒如命的家伙 似乎十分满意这壶子酒 好大的胆子 进来战场本部的房间 然而 就在苏浩正想前往五号牢笼 去看看那上吊的鬼地时 他竟听到意识之外的隔壁房间中 传来了一阵夜清元的惊呼声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继续 第五十五集 苏浩急忙收回了意识 利用鬼地之眼 看向了夜清元的房间 只见此刻在夜清元的房间中 出现了一名蒙面黑衣人 虽然那人将自己蒙得已经很严实了 但苏浩此刻却还是看透了那人的面孔 来者竟是那拉斯拉多的仆人 修斯 修斯乃是一名西方二阶中天骑士 也就相当于东方修炼者中的一名灵缘境四节修士 尊敬的夜清元小姐 我恐怕要委屈你一下了 只见修斯说着这话时 身影一闪便来到了夜清元的床榻前 紧接着 抬手便是一掌 就要拍向夜清元的脖梗 闻言此话 夜清元美眸不忍一正 心中此刻更是惊慌莫名 因为他这才明白过来 眼前这名黑衣人 竟然是拉斯拉多的仆人修斯 就在此刻 只见房门轰然破开 修斯猛然转身 回头只见苏浩 此刻正双手怀抱 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盯着他 原本还想饶你一命呢 却没想到你已经醒了 饶我一命 意思是 你很早就想杀我了 这夜清元小姐 乃是我家拉斯拉多王子 看上的人 岂能是你这样的无名小卒 可以靠近的 我呸 该死的金发鬼子 今晚这事 若是被院长得知的话 你们死定了 院长能拿我家王子怎样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我们家王子这次来你们东方学院的真正目的吧 我猜一定是来吃东西的 因为他拉屎拉的比较多 应该吃的也很多才是 死巴雷你笑死我了 闻言此话 叶清元全卧在床榻一角 竟不忍喷出了声来 原本紧张的心情 一下子好像就放松了不少 愚蠢的小人 去死吧 修斯口中一声冷喝 说是吃那时快 只见他凌空便是一脚 朝着苏浩所在的方向 便横扫而来 修斯身上虽然没有东方修士那般射人的气眼 但隐藏在他体内的那股歧视之力 却是异常的惊人 他这一脚扫出肩 腿部竟荡起了一股强劲的刚风 当时整间房屋都是为之一阵俱缠 苏浩见状 侧身便是一阵 与此同时 他也是将柳妖所传他的千叶伏法文 凝练在了右手掌心 只见他掌心中 瞬间便浮现出了一片通体火红的柳叶 那柳叶就宛若一柄由岩浆浇注的小刀 通体火光灿灿 好似萦绕神艳 璀璨而又射魂 在这一刻 苏浩就好似投掷飞镖一般 将其那柳叶投掷向了修斯的腿砍 由于修斯距离苏浩太近 纵然他想要收腿闪避也来不及了 就在那柳叶刺进修斯大腿的一瞬间 只听修斯口中发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嚎 同时 只见修斯的那条大腿上 竟闪现出来了一团刺目的火光 轰的一声巨响炸开 当时只见修斯的那条大腿 竟在这一刻爆碎了开来 这一幕 看得就连苏浩自己都有点发呆 因为他这也是第一次施展千叶符的法文 他也并不知道 这仅仅只有一片叶子的威力 竟然是如此的牛逼 我的腿 与此同时 整间屋子里都飞洒着那被炸碎的血肉与血雾 血腥味尤为的刺鼻 而修斯此刻已经是瘫倒在了地上 口中哀嚎个不停 他浑身都在不断竞篮 断裂的大腿处也在颤抖个不停 更是在不断地涌出鲜血来 只见苏浩将目光投向了修斯的身上 问道 我听闻西方骑士的体魄能破万法 怎么你就这么脆弱呢 这怎么可能 此刻只见修斯满脸的惊恐之色 他简直不敢相信 一个修为实力明明比他还要略低一筹的小子 怎么可能如此恐怖 按理来说 苏浩所施展的法文 是根本就无法靠近他的身的呀 他可是一名西方骑士呀 要知道 在拥有志强体魄的西方骑士眼中来看 东方人所修炼的法文功法根本就对他们没什么用处 但事到如今 修斯心中却是极度恐慌 因为事实并不是他们之前所认为的那样 如果修斯要是知道 苏浩所施展的这个法门 乃是一门出自混沌的神品法宝 估计他也不会这般迷茫了 败类你 你怎么会 在这一刻 只见叶清元美眸圆争 满脸的不可置信 若是此刻不是他亲眼所见 他还真不敢相信 这个败类的手段竟然是如此的神通广大 眼见修斯已经没了什么威胁 苏浩这才看向了叶清元 笑道 怎么会这么厉害是吧 不是早跟你说了 我乃是天神转世的吗 苏浩这吹牛虽然有点大 但此时此刻 叶清元还真有点懵了神了 因为这败类的手段 的确太令人吃惊了 既然来都来了 还走什么 就在此刻 只见修斯强忍着剧痛 本想爬出房间 却没料到 苏浩一把便抓住了修斯 那仅有的一条腿 将其给拖了回来 你想干什么 难道你敢杀我 你要知道 我与我家王子在这学院里 可是有着独特身份的 就算是院长 都得给我们三分面子 你若感动我一根寒毛 我保证你会死得很难看 苏浩随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抽了过去 这一巴掌打得那修斯一阵头晕目眩 甚至连脑袋上的黑色蒙面都给抽飞了 露出了他那张惨白的脸颊 以及他那一头蓬乱的金发 动你咋地 打你又咋地 修斯此刻不仅腿部疼痛男人 心中也是充满了无尽的耻辱与愤怒 但更多的还是惊恐了 在这一刻 他竟没忍住一阵惨嚎 救命啊 你还好意思叫救命 看我怎么收拾你 就在此刻 只见叶清源从床榻上跳了下来 豫掌高高抬起 只见他的掌心中 顿时便喷勃出来了一团微弱的血光 朝着修斯的身上便拍了下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继续 第五十六集 咦 这家伙身上怎么会没有灵力 吸了半天 叶清源似乎也并没有 从修斯的身上 吸到一点灵力气息 这不免让他感到有点意外 人家乃是骑士 修炼的乃是体魄与原魂 哪来的什么灵力啊 苏昊面露一抹一笑 接着道 不过他的体魄之力 应该对我很有效 话音刚落 只见苏昊当即便运转起了 嗜血大法 一掌便拍在了 修斯的肩膀上 顿时只见修斯 整个人都抽搐了起来 不过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修斯便彻底地倒在了地上 此刻再也喊不出来了 卧槽 这家伙身上的血气 竟然是如此的旺盛啊 苏昊一阵感叹 因为此刻他能清楚地感受到 他的体魄比之一开始 又强了不少 自从开凿出原神天赋后 他再也不会担心 自己从别人身上 所吸纳来的这些血气 会消化不良了 因为他的原神 便会自主帮他 炼化体内的那些血气 从而使得他的体魄 更为的健壮 啊 发生什么了 这人是谁啊 就在此时 只见胖子王强 杜萱 周丽 还有李龙等人 全部都来到了 苏昊所在的院落中 他们似乎是听到 刚才修斯的呼救声而来 啊 这不是那 拉斯拉多身边的 仆人修斯吗 这次刚才擅闯 本公主的房间 本公主都没惊讶 你惊讶了什么鬼 只见周丽上前 布人用手 量了量修斯的鼻息 说道 这人已经死了 修斯由于失血过多 加之一身血气 又被苏昊吸了个干净 不死恐怕就奇怪了 死了 啊 这下完蛋了 麻烦大了呀 完蛋什么 本公主还没去找 他主子的麻烦呢 哎 公主你有所不知啊 这家伙与他主子 可不是一般西方弟子 就能相比的呀 他们可是贵宾 胖子一脸焦急地说道 那拉斯拉多 来这天神学院 并不是学习东方的修炼 而是代表他们西方 什么鬼学院 来下挑战书的呀 哎呀 你没看他 成天都在这学院里闲逛吗 其实他就是在看这天神学院的弟子 是否有资格 与他们西方学院的弟子一战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西方学院挑战东方学院 胖子彻底无言了 因为他所知道的 也是在别人那里听来的 他也不知道 该如何去解释这件事 但他总感觉要出大事了 就这区区鼠辈 也配成贵宾 我呸 叶清元气鼓鼓地说道 我现在就去找顾老头问问 这家伙的主子 到底有多了不起 公主 我觉得现在 还是先把这人 给毁尸灭迹了吧 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反正你也不是没事吗 你这想法是不错 但根本起不了 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相反 搞得好像我们 还做错了事一样 我觉得还是让院长 来处理这件事比较好 也免得拉斯拉多以后 再来找我们的麻烦 在苏浩看来 恐怕用不了多久 拉斯拉多就会来西院盘查了 毕竟修斯是他派来抓人的 这都快天亮了还没回去 傻子估计也能猜到 修斯是凶多吉少了 而这件事最好处理的方式 也就只能让顾顶峰出面了 至少说顾顶峰不会加害叶清源 因为叶清源的爷爷 乃是顾顶峰的亲师兄 没坐多留 苏浩与叶清源 直接便前往了院长阁 院长阁位于中院的一处别院 院中安静异常 平日里除去副院长 来这里之外 极少有人涉足此地 你们有什么事吗 刚刚步入院中 苏浩与叶清源便看到了 顾顶峰的身影 他此刻正盘坐在 院落一侧的凉亭中 虽然他还未睁开眼睛 一副身陷入定中的样子 但他似乎已经看到了 那门外的两位来客 顾顶峰 我刚才差点就被一名银子给凌辱了 你还管不管了 谁敢有这么大的胆子 顾顶峰默然地便睁开了双眼 只见他身影一闪间 就好似一道滑破了虚空的鬼影 从那凉亭中 瞬间便来到了叶清源的身边 问道 丫头 你没事吧 看得出来 这顾顶峰对待叶清源就是不一样 尤其是他那双眼神 在看叶清源时 就好似在看自己的亲孙女一样 差一点就有事了 不过好在这败类出手较快 将那银子给杀掉了 杀掉了 顾顶峰猝了猝眉 随即捋了捋胡须 吓道 杀得好 只要你没事 比什么都重要 不过 我们刚才杀的 那也不是主要的银子 杀的 也只是那主谋的一个仆人而已 那主谋是谁 你告诉顾爷爷 我现在就去亲手将他随时万段 正是那来自西方的拉斯拉多 什么 文言 只见顾顶峰面色一正 似乎这事儿有点不太妙啊 怎么了 顾爷爷 难道你还会害怕拿拉斯拉多 我倒不是害怕于他 你们是有所不知 这拉斯拉多王子 此次来我学院的目的 他是想要让西方学院的修士 与我东方学院的修士 举办一场大会 据顾顶峰所说 拉斯拉多此次来到天神学院 他是代表整个西方修炼界而来 更是代表他西方圣修学院而来 圣修学院 在西方圣灵大陆异常著名 就好似东方大陆的天神学院一样 是人人都倍感青睐与神往的修行学院 天神学院与西方的圣修学院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 便很想举办这样一场比赛 不过当时的天神学院院长 却是果断地拒绝了那场比赛 他给出的原因很简单 东方修士不惜争斗 这件事让西方的修士 感到东方的修士太过懦弱 甚至极为瞧不起东方修士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 优雅 精彩 继续 第五十七集 不过东方的修士也并没有理会对方的嘲讽 因为当时的天神学院院长早就查探到了一些事 他发现西方最强学院挑战东方最强学院 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试探东方学院的根底 想看看东方的修士到底有多强大的本事 如果东方修士在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挑战赛中落败了的话 西方大陆定然会来一场大规模的侵略 因为他们想要霸占整块东方大陆 统一为他西方大陆 而这一次 拉斯拉多前来天神学院 他所携带的目的 与其百年前几乎没什么不同 简单的来说 西方大陆想要霸占东方大陆的想法 一直都还在持续 要知道 一方大陆的兴衰 这对于一座强盛学院的兴衰 也是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至此 天神学院一直以来都能屹立在天灵大陆之巅 受到东方四国的维护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天神学院 是一所专业培育东方强者的学院 他就好比一杆树立在东方大陆上的一杆旗帜 故此 西方大陆想要霸占东方大陆 他们的首要目的便是击垮天神学院 只要天神学院一旦落败的话 那东方大陆的运势 估计就已经到头了 这就是一个强者为尊的时代 唯有强者才能屹立万古而不倒 才能永远地主持和平 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繁琐的事情 苏昊不忍猝起了眉头 看来这件事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复杂呀 难怪胖子一开始会显得那般紧张 他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这拉斯拉多前来这天神学院 其实也就相当于一个来自于西方的使者 也可以称之为前来刺探军情的一个坏家伙 那你有没有答应他举办这场挑战大会呢 叶清源倒是很关注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关乎着整片东方大陆的安定 我本意是不想答应的 但如果我不答应的话 我担心这一次西方大陆的圣灵皇朝 会按捺不住 对我东方大陆开战 如果这一场挑战大会 我们东方修炼者胜了的话 那这场战争也就算真正的可以得到平息了 说白了 顾顶峰也是被迫无奈 他不答应也得答应 唯有答应了迎接挑战 或许还有机会可以平息这场战争 如果不答应 战争立马便会爆发 跟他们干就是了 苏浩开口道 他最讨厌的就是那种侵略人家领土的人 因为曾经他所在的那个世界里 也拥有过一些那样残酷的历史 你有所不知 这次的挑战大会 像我们这样的老家伙 是禁止上场的 因为西方学院 要求的是青年弟子之间的对决 年纪不能超过三十岁 顾顶峰说到这里时 似乎有点没有了底气 他接着说道 最不理想的是 西方学院里可是掌握了我们的修炼方式 而我们却对他们的修炼方式 完全摸不清套路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人家把东方的修炼方式 研究得彻彻底底 而东方人 却连人家的谱都不知道 顾顶峰此时又岂会不担心 强者自强 我相信东方的修饰 肯定比西方修饰强大 到时候的挑战大会 也算我一个 文言此话 顾顶峰的脸上 步伐泛起了一阵苦笑 随之又点了点头 说道 时间不多了 还有三个月 大会就要开始了 你们都好好修行吧 看得出来 顾顶峰似乎是想对苏浩说 你的修为还太低了 三个月后的大会上 你估计胜据也没什么乱用啊 接着 只见顾顶峰看向了叶清源 说道 那拉斯拉多对你的事情 我一会儿就去给他谈谈 他如果敢再对你放肆 我绝不会轻饶他 从这句话便可以听出来 顾顶峰不想让叶清源 去招惹拉斯拉多 因为那家伙的身份 的确太特殊了 他来着东方大陆 可不仅仅只是一个王子的身份 他而是代表了整片西方大陆 叶清源自然是一个明世之人 不过他还是有点不放心 问道 不过我们杀了他的仆人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即便有事 那也得让他忍到挑战大会结束后再论 这里可不是他的地盘 顾顶峰开口道 这件事由顾顶峰出面 叶清源与苏昊也算是放心了不少 他们也并未多留 随即便离开了院长阁 来到了中院街区 贝勒 你刚才弄碎修斯大腿的 那是什么招数 真不知道这个贝勒的身上 到底还隐藏着怎样的奇门妙法 不管是什么招数 反正我救了你一命 好了 我现在要去翠体阁健身去了 你若感到无聊的话 就赶紧想想如何报答我的事吧 说吧 只见苏昊摆了摆手 转身便走向了翠体阁 死贝勒 转什么转 你的命还不是我救的 叶清源嘴里一阵嘀咕 不过心里却又在想 也不知道这贝勒喜欢吃什么呢 或者喜欢什么首饰玩物之类的 翠体阁外 那名名叫孙灵的看守者 原本脸上还是洋溢着笑容 正在与一些新人弟子谈论着什么 但当他看到苏昊再次来到翠体阁时 他脸上的笑容立马便僵持住了 怎么又是你啊 孙灵脸色突变 他就差没有去屋里 拿出一根棍子来了 你赶紧走吧 我这破点 可容不下你这尊小祖宗啊 这小子来一次翠体阁 便会死一次人 完全就是一个温神一样的存在 孙灵甚至连说话都不想跟苏昊多说 生怕一会儿又有人来找苏昊的麻烦 孙师叔 你别激动 这次我敢保证 绝对不会再惹事了 那段长青不是让你去中院修行吗 中院的条件设施多好啊 比我这里可要强上百倍啊 最关键还是免费的 孙灵说道 很明显他就是不愿意让苏昊进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继续 第五十八集 孙师叔 你应该知道 我可是杀了段长青三个徒弟了 你觉得我去了中院 还会有命吗 苏昊一脸无奈之色 随后又道 这样吧 我给你双倍的门槛费如何 说着这话 只见苏昊直接便捞出了二十个金币 递到了孙灵的面前 犹豫了半晌 只见孙灵一把便抓过了苏昊手中的钱 说道 你若再惹来麻烦 我绝对亲手把你给处决了 院长阁内 只见拉斯拉多来到了顾顶峰的办公阁楼 还未等顾顶峰开口 他便很随性地坐在了椅子上 顾院长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拉斯拉多的身材生得十分的魁梧 一头微卷的金色发丝 披于前胸后背 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眸中 绽放着点点疑惑之光 似乎他很意外 这顾院长今日竟然还会主动邀他来这里 此时 只见在这办公阁楼中 还摆放着一口长方形的大木箱 就在拉斯拉多的跟前 挑战大会的事情 我们都已经谈好了 我念在你是西方圣灵国的王子 所以 我才会对你特别的照顾 任你在学院里玩耍游礼 但你为何要在我院闹事 顾顶峰质疑问道 文言 只见拉斯拉多摊了摊手 挑眉道 闹事 我没听明白 顾院长这话什么意思 或许你没惹事 但这箱子里面的人 却惹了点事 你先打开看看 你是否认得他 拉斯拉多顺手便掀开了那木箱子的盖子 然而 当他看清楚那具躺在木箱中的尸体时 他的脸色瞬间就变得阴沉了下来 布人怒视向了顾顶峰说道 秀斯是你杀的 我找你来 并不是讨论这人是谁杀的 而只是想要告诉你 有些人 你最好别去招惹 也不是你就能惹得起的 顾顶峰开口道 我根本就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什么惹得起惹不起 我现在只知道 我的仆人 惨死在了你这学院 很明显 拉斯拉多并不想承认这件事 反而还将矛头指向了顾顶峰 你派遣下人 昨夜私闯公主归房 甚至想要将她劫走 你还想狡辩吗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我派遣下人 私闯公主归房 这恐怕是你们杀了人后 故意找的借口吧 是不是借口 你自己心里有数 当然 你若想将这事闹大 也无所谓 你可以放心 我顾顶峰 绝对能陪你玩 而且 也玩得起 你这算是在威胁本王子吗 你可知道伤了我的人 这将意味着什么吗 在我们东方办事 你就得遵从东方的规矩 我不管你什么王子不王子 即便是天王老子 触犯了我愿的规矩 也照杀不误 顾顶峰强势地回应道 实际上 顾顶峰也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 只能说 他顾念大局不得不忍 如若不然 恐怕拉斯拉多早已化为一捧鸡粉了 我也不想跟你们争辩什么了 三个月后 我会让你们东方的修饰明白 什么叫做真正的耻辱 就等着被践踏吧 你们都给我等着 拉斯拉多朝着顾顶峰便是一阵怒吼 随即便甩门而去 这句话充分表明了拉斯拉多的强硬态度 三个月后的挑战大会上 他西方圣灵大陆的修饰 必当横扫东方大陆 如果天神学院落败在了挑战会上 那可不仅仅就是什么耻辱的问题了 而是关乎着整片东方大陆的安危 顾顶峰也只是蹴了蹴眉 摇头一探 随后只见他来到了副院长的办公阁楼 找到了刘比副院长 院长 你老人家怎么来了 刘比副院长一脸恭敬地笑道 还有三个月 西方的挑战大会便要开始了 时间很紧迫呀 这次选拔弟子应战的事情 你可有什么准备吗 西方一共推荐了六名弟子 前来我愿挑战 而我中院的江剑 程浩 薛阳 已经被纳为名单了 这三人必定能完胜三场 这已经算是赢了一半了 只要在院中再找出一名得利人选 那我们就稳赢了 江剑 程浩 薛阳 这三人乃是天神学院中目前最为杰出的青年天才修士 每个人的修为都处在灵文静五阶 天赋一柄 诸如江剑更是开凿出了潜能移动天 十分了得 而西方学院这次挑战天神学院 一共推荐了六名挑战者 意思也就是总共六场比赛 在刘比看来 只要天神学院能够赢下三场比赛 也就稳妥了 如果运气好 能够再从学院里选拔出一名实力优秀的弟子来 那就是稳赢的局面了 你可不要低估了西方学院派来的挑战者 我听闻 那六名挑战者都乃是不同修炼体系的 你可得注意一点 最好能派人去西方多打听一下 他们西方的修炼体系的确太复杂了 这一点是应该去调查一下 我会托人尽快去调查清楚的 对了 既然现在我愿已经选出三名应战者了 那剩下的三人 你有打算用什么方式选呢 我打算最近在学院举办一场猎灵大会 从而来选举出其他三名应战的弟子 但凡能够在天荡山脉中猎杀灵兽 或者收益最大的前三名 都将有资格参加比赛 这个想法很不错 而且对学院的弟子来说 也都很公平 最好尽快去做这事 别再耽搁 好 明天我就来安排这件事 翠体格 压力房中 天哪 这不是那杀人魔王苏浩吗 苏浩刚刚进入压力房中 便只见数十名弟子 全部都将目光转移到了苏浩的身上 似乎现在大多数人都对苏浩并不陌生 因为此人就在不久前 在这压力房中 用脚活生生地踩碎了林玄的脑子 算了算了 我还是改天再来吧 今天身体有点不适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 继续 第59集 我也有点不舒服 下一刻 只见那十几名炼体的弟子 全部都离开了压力房 因为这群人中 昨天可是有人亲眼目睹了苏浩 踩死林轩的全部过程 他们难免心里还是有些阴影 苏浩也只是笑了笑 随后便朝着门外喊了一声 崔师叔 麻烦你将压力 给我开到第三层 你 确定 门外 崔元满脸的不可置信 啊 那家伙疯了吗 三层压力 门外有弟子不忍一阵惊呼 感觉那姓苏的小子 是不是疯了 貌似他昨日进入这里面时 连一层的压力都感到费劲 此时竟然需要三层压力 死了我自己负责 开吧 苏浩笑道 在苏浩看来 他现在完全有能力 以三层压力来淬炼自身 因为他今早上 在吸了羞丝的血气后 感觉自身的体魄 强壮的可不是一点点 如果压力太小了的话 对他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如果撑不住 记得叫我 我也懒得拖地 说这话时 只见崔元当即便扭动了 那房门外的水净石盘 顿时 压力房中 竟发出了一阵沉闷的隆隆之声 顿时 只见苏浩身躯猛然一阵 口中不忍发出了一声闷哼 他只感觉自己的浑身上下 都被一股强大的压缩力量 正在裹紧 好似要将他的血肉给碾碎 这股碾压之力 足有万斤之中 笼罩着他浑身上下的 每一寸血肉 甚至是每一个毛孔 若是换作一般的新人 肯定不敢接受这样的压力 因为这股压力 足以将一枚新人 碾成一潭烂泥 这种被压缩的感觉 令人感到难受莫名 但苏浩却是在咬牙坚持 因为他很明白 自己只要能够多坚持 哪怕是一分 他自身的体魄 便成长了一分 月末三个小时后 崔元不忍问了一声 苏浩你死了没有 没死就回应一声 门外 此刻也有好奇的人在等待 因为他们倒想要看看 这个杀人魔王 能够坚持多久 给我看到第四层 然而 令众人感到惊愕的是 苏浩不但没死 此刻竟然传出了 这样的一阵声音 这尼玛简直就是个妖孽呀 崔元提醒他 小子 第四层可是拥有两万斤的压力 你能承受得了吗 让你看你就开 费那么多话干嘛 我主要是考虑到懒得拖地 既然你想作死 那我就成全你 崔元原本还抱着一片好心 在与苏浩说话 却没想到苏浩竟然如此回应他 他此刻自然也不想去再理会苏浩的生死 直接便将那水晶轮盘扭转到了第四层 压力房中 苏浩浑身早已被汗水湿透 虽然他只淬炼了短短的三个小时 但他却已经适应了三层压力房中的压力 好似没有什么感觉了似的 渴望变强的欲望 一直都在他的心里徘徊 至此他才会尝试第四层压力 就在压力房的压力猛增到第四层的刹那 苏浩竟不忍张口喷出了一口鲜血来 只见他的浑身都在不断摇颤 脖梗上手臂上乃至浑身的皮肉表层 此刻都浮现出了一条条 蜿蜒扭曲的血管 两万斤的压力非同小可 这可不是一般的新人练体者 就敢轻易尝试的 也不知道 在这里一边练体 一边提升修为 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就在此时 苏浩心中忽然生腾起了一个 很大胆的想法 因为他感觉这练体太单调了 他想扶下一枚三品灵丹试试 如果能够一边练体 一边提升自己的修为的话 那岂不是效果更佳吗 没做多想 苏浩当即便扶下了那枚三品灵丹 当灵丹在他喉中化开的一瞬间 当时 他只感觉自身的气海中 一阵暴疼 好似有一股无穷的灵力 要冲破他的气海 甚至是肉身 压力房中 虽然不能运转修为 但并不代表 灵力无法滋养他的原神 只要他不提动修为 他便不会感受到什么不适 这有效果呢 不多时 苏浩只感觉浑身的压力 竟然在他服用下那枚灵丹后 好像变小了很多 实则他很明白 这是灵力在灌输进入他体魄后的效果 帮他恢复了之前所消耗的体能 他才会拥有这样的感觉 与此同时 苏浩只感觉眉心之中一阵澎湃 只见那枚火光灿灿的原神 竟在他此刻 自主地散发出了一团火焰光圈 由苏浩的眉心喷布而出 最后 笼罩至了他的全身上下 直到全部没入他的身体之中 灵缘境四界 苏浩心中倍感惊喜 没想到在这压力房中 还能提升自己的修为呢 而且在服下灵药后 他的体能也能得到更快的补充 这完全就是一箭双雕的事情呀 修为的猛增之下 此刻苏浩竟发觉自身的体能 也是暴增了一大截 这压力房中原本的四层压力 似乎在这一刻对他而言 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 因为他此刻感觉浑身上下 莫名的很轻松 他觉得自己发现了一种 很巧妙的炼体方式 不过这样做有没有什么后遗症 他就不清楚了 反正他感觉这样很爽 紧接着 只见苏浩将他身上那枚 仅有的一颗四品灵丹取了出来 朝着门外大喊道 给我开到第五层 此话一出 门外的崔元差点没有站稳 他还以为苏浩已经死了呢 没想到 这小子此刻竟然还要加压力 而且还是压力房中的顶级压力 第五层压力 足足拥有三万五千斤 放在同辈中 如果不是中院的那些天才修士 诸如江剑 程浩 薛扬那样的人物 根本就不可能承受住这样的压力 我的天啊 那小子难道是个妖怪不成 他怎么会变得那么变态 门外一片议论纷纷 很多人此刻心里都充满了极度与羡慕 因为他们与苏浩都是同来天神学院的新人弟子 虽然他们被分配到了东院 南院等院落修行 但现在看来 他们一点也比不上 这个来自西院的变态魔王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 继续 压力房中的压力再一次暴增了上来 整座压力房都在暴动 好似发生了一阵轻微的地震一样 屋子中抖动个不停 这一切都是由压力所致 苏浩虽然倍感吃力 但明显他比一开始的状态要好了很多 因为他的修为刚刚进了一间 身体各方面机能都有所提升 而且他的体魄也是达到了一定强悍的程度 当扶下那枚四品灵丹的一瞬间 苏浩只感觉气海都快要炸开了 因为这四品灵丹中所蕴含的灵力 完全就不是三品灵丹能够比拟的 要知道一枚四品灵丹的价值 若是放在外界的一些家族中 甚至能造成自相残杀的可能 即便是有钱也无法买到这样的丹药 因为这样的丹药对于灵严镜这样的低级修饰来说 这完全就是一种静静丹 能够直接越镜突破修为的存在 伴随着气海内那股浓烈的灵力缓缓消失 同时一股又一股的清流渗透进他的四肢百海尺 苏浩能清楚地感受到 他的修为正在急速猛增 灵缘境五阶 灵缘境六阶巅峰 这种修为狂飙的感觉 差点没让苏浩大笑出声来了 而且这种升华的感觉还未停下来 因为那四品灵丹在他气海内爆疼的灵力还未干涸 不多时只听一阵清脆的响声从他原身中传出 同时只见一道火光从他眉心中闪现而出 由苏浩的头顶直接笼罩向了他的脚底 那是原神得到升华蜕变时 自主爆发出来的一股气焰状态 这一刻只见眉心深处那枚不足拳头大小的原神 也是越发地璀璨火红了起来 而此刻苏浩的修为也是正式地迈进了灵缘境一节 爽 苏浩再也没有忍住他内心中的那股喜悦 当即便大笑出了声来 因为此刻他的修为不但被提高了 而且他的体魄也是伴随着修为的提升而变强了起来 确切地来说 这五层的压力房对他而言已经没啥作用了 发生了什么 难道那家伙在里面练体练风了 我怎么感受到那压力房中竟有一股强大的气场传出 不对呀 压力房中岂会有气场传出 压力房不是禁止施展修为气息吗 等候在门外的人们此刻一片动荡不安 他们的内心是复杂的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连那等候在门口的崔元都不忍一阵醋眉 因为他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浑然不知那压力房中的情况 崔师叔可以开门了 扳闪过后 只听那压力房中这才传来了苏浩的声音 当压力房门被开启的一瞬间 只见苏浩浑身上下湿漉漉一片 就连发丝都是沾黏在一块的 胸口虽然伴有一大片鲜红的血迹 但此刻苏浩的胸口明显比接几个小时前 凸显了不少 好似他整个人都高大了那么一点 这才多久 几个小时啊 他这体魄变化也太快了吧 天哪 我感觉这小子就是一个妖怪啊 在这一刻 全场一片哗然 因为此刻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苏浩的身体上游走 而且越看越不对劲 虽然他们看出了苏浩的身形 有着大变化 但他们却并没有看出苏浩的修为 众人虽未看出苏浩的修为 但此刻崔元却是一目了然 洞彻了苏浩的气海 并且感受到了那股 澎湃在苏浩体内的那股强大气息 小子 你的秀 噓 不过还未等崔元的话问出口 苏浩便对着崔元做了一个手势 随后靠近了崔元的耳边 轻声道 崔师叔 看破可别说破 给他们留点活路吧 苏浩可不想让这些人知道 他的修为会成长这般的快 如今他的体魄已经足够惊人了 如果再将自己修为的事情透露出来的话 那这些人还不得被嫉妒死 崔元完全傻眼了 此刻他就感觉自己好像遇到了一件灵异事件 想他在这脆体阁待了少说也有三四十年了 但他今日还是头一次遇到 能够一边脆体一边提升修为的人 最为可怕的是 这个少年不但能够在短短几个小时 便将压力房的五层压力给撑下来 而且还将修为突破了一个境界 这小子到底是人是鬼 或是神仙下凡 小子 你可否告诉我 你到底是怎样做到的 眼见苏浩就要离去 崔元不忍急忙拉住了苏浩的胳膊 因为他实在太想知道这小子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 看得出来 这位老导师貌似都不曾试验过 那一边练体一边修炼的事 温言 只见苏浩故装神秘地将崔元拉到了门口 这才轻声说道 很简单 一边吞噬丹药一边脆体 保证事半功倍 还能这样的 此话一出 崔元不忍一生惊恶 整个人都呆住了 貌似他还真没试验过这样的方式 要知道 翠体格内不论任何房间中 修炼者都是不能释放修为的 至此 也没有人在翠体格去想过提升修为的事 但苏浩的这种做法 却是完全颠覆了崔元 对翠体格内的翠体理念 而至这一日之后 街区的灵药店生意 肯定会更为的兴隆了 因为崔元将苏浩的这一说法 公布于众了 甚至让弟子们都投入了实践 苏浩也并未在翠体格逗留什么 直接便来到了灵药堂 他想去找陆云飞弄点灵丹 然后再去翠体格的四项房练体 因为这样的练体方式 的确太有效果了 可让苏浩感到意外的是 陆云飞并不在灵药堂中 而且灵药堂的大门都是紧闭的 也不知道这老头去了哪里 算了 今日也差不多了 明天再来取药脆体也不吃 眼见陆云飞不在店中 苏浩直接便回到了西院 他打算回去洗个热水澡 然后好好地睡上一觉 咦 臭白蕾 你的身体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